OK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要改造我的那个卧室 这个是我还没有改造之前 所画的一张图片 是根据那个实际的尺寸 来画下来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本来我是想做那个抽屉 现在也没做了 然后这个呢本来是小孩子的 两层的那个 半人船 这个呢我也不做了 这个 没做了 然后 就给你们看3D的效果 做出来的效果是这样 这个抽屉呢 我已经改成一个楼梯式的 然后也是可以收纳的 因为我觉得抽屉太难做了 所以已经没做 然后这个呢我就 可以保留 这个L的那个地图 然后保留啊是我自己做的 不过呢我再 没有拍到我做的过程 不过有做有拍了几张那个照片 啊待会我分享给大家 然后这个船呢 啊是原本的 Kingsize的船 不过没有船架 船架呢我就没有自己动手做了 我就去淘宝买 ok因为我看到淘宝非常便宜 所以我就去淘宝买了 然后这个办公桌呢 啊我也是在淘宝买 啊因为看到也不贵 很便宜 然后我就坐在这个船这里 这里 啊办公了 ok so 啊这个就是 暂时是 啊做出来的一个效果图 待会儿 影片的后面我也给大家看 整体的效果吧 ok so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我一些些的那个制作过程吧 ok 好 啊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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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一个就是根据图片做好的效果 OK 问题是本来这里是小孩子的刷人船 可是我发现到空间有点小 而且要跟小孩子分开睡 所以我把它搬来这里 这个也是淘宝买的 刚刚买的 刚刚安装好 然后这个船呢 就是视频里面有的 安装 然后这个壁橱呢 我就没有拍到我制作的过程 可是呢 我下一次会做一个壁橱 我到时候我再拍一个视频吧 这个壁橱整个壁橱 然后这个书桌呢 也是淘宝买的 OK 然后这个本来呢 这个是小孩子的那个衣橱吧 就一个空间 本来我这边底下是要做那个抽屉的 可是发觉抽屉非常难做 所以我就改成这样楼梯吧 这样小孩子也能够站上去拿这里的衣服 所以这个抽屉呢 这个也是可以松的 这个大的也是可以松的 这个就是Driangle Mood 然后一条铁条就可以拿来挂衣服了 外面就一个窗帘遮住 OK 整个就是这样 嗯